妈,别看了,来来来,坐,坐 这我可不敢坐,那是你的位子 你是我妈,什么你的我的,你坐来 燕子,我就不坐了,你看我这浑身装心兮的 妈,我让你坐,你就坐,来 好好好,我坐,我坐啊 这板子咋就是舒服 舒服啊妈,妈,你说你,我之前让你来,你一直都不来 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闺女啊,你不知道,我这在老家呀,带习惯了 这人呀,都熟悉,我呀,也有个说话的 再就说了,家里呀,我还养了小毛小狗的,还有地呢 妈,现在女儿有出息了,又不缺那点钱 你就跟我来城里享福吧 闺女啊,我呀,就不住了 我就是看你一天到晚的忙啊 这妈呀,不想连累你 妈,什么忙不忙呢 你是最重要的,我好好陪陪你 行行啊,那以后再说吧啊 那行妈,我去开个会啊 你在这里坐着,那上面可以看电视剧 哦,行行行,那你有事你先忙啊 行,妈 李总,这年的文件我没送出来了 哎 你好啊 哎,老大王,你谁呀 我是谁 我是我闺女的妈 你闺女的妈 那我还说,我是我爸的儿子呢 你这有毛病吗 哎,小伙子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这是我闺女让我来的 你闺女让你来的,你就坐这呀 啊,你是哪个葱啊 这你闺女又是哪个葱啊 小伙子,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这真是我闺女让我坐这的 哎,找废话,给你起来 你知道谁的为什么 啊 不知道你让我这一坐 哎,小伙子 这你不让我坐 你为什么坐这了呀 废话 我坐这怎么了 我是经理 当然我能坐了 你一个农村老太太你在这做什么呀 小伙子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这我农村她怎么了 我又不吃你的,不喝你的 爱你什么事呀 这是我们公司 啊,你还说不爱我们的事的 你女儿是哪个部门的 告诉我,先别我把她开除了 这我闺女是哪个部门的 我真不知道 我就知道她就在这个公司上班 哪个部门的不知道 难道是保洁不 不会吧 你闺女,是找办公室的吧 我闺女 我闺女不是找办公室的 我闺女,可有本事了 有本事 确实 胆子啊,挺不小的 敢让你坐这儿 行了,咋子给你废话 你赶紧我滚的 我不走,我跟你让我在这儿等她的 我给你去开会了 赶紧给我滚 干嘛呢,住手 你,诶,董事长 你干嘛呢 诶,董事长,我给你送文念了 你送文念,你坐这儿干啥呀 送完你不就走了吗 不是,董事长,这不是我看到这老太婆坐在你的位子上吗 我就说她两句 你怎么说话呢,啊 这是我妈 啊,你妈呀 阿姨,这都是误会 我不知道你是董事长的妈呀 行了,别叫我阿姨 我受不起 闺女 她说她是你们公司的经理 她怎么这么孝张把护呢 她还侮辱我 阿姨,这都是误会 这,这,这不好意思啊,我给你道歉 行了,陈经理 你别给我妈这样说话 你看你那副嘴脸 啊,这以前 下面的人跟我说 你滥用职权 把你那些亲戚 全部都安排到公司 我念你啊 对公司有功 我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没想到 你既然这样对我妈 董事长 你别生气啊 我一定该 我一会儿就把我那安排的亲戚 都,都,都让咱们走 行了 你被解雇了 不是 董事长 这不至于吧 还不至于吗 这就算 她不是我妈 她也是一位老人 你难道没有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最基本的尊重你都没有 我们公司需要你这种人吗 董事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就一次 最后一次行吗 妈 你看她 能原谅她吗 唉 燕子 她呀,很年轻 可能是年轻气盛嘛 你就给她一次机会 要不然 你就把她降级 降到普通员工 这样 就是对她的惩罚 是 这什么这样 啊 这都不想干呀 不想干 收拾东西 给我滚蛋 行行 董事长 我干 我干 对了 这是合同 我先走了 妈 对不起啊 你看你一来 让你受那么大的委屈 闺女啊 妈不委屈 只要她出错就给就行 行,妈 那咱回家 走,再见